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四川当地时间8月16日 在今日早前由该省成都市的民众反馈提到 自己在当地最大电子厂做工 本来一个月按规定加满80小时的班 可以挣到5000元人民币 勉强维持自己一家6个人的生活 结果昨天自己接到生产县领导的通知 从8月15日开始联系休假一周 自己真是愁死了 问领导怎么回事 对方说自己也不知道 后来问几个其他同事得知 因为四川缺电了 为了保证当地市民用电 四川政府发布了限电规定 我们电子厂是用电大户 所以就必须停下来了 针对此事 我们在查业相关资料时发现 在15日 中国当地媒体财联社在报的中提到 从负责富士康招聘的终结处了解到 成都富士康从15日至20日限电 并保留20%保安负载 前厂生产停止 生产现员工 对记者表示 以接到休息通知 另外当地政府发布的相关通知提到 由于当前电力空虚紧张 形势进一步加剧 为确保四川电网安全 确保民生用电 确保不出现拉扎限电 从8月15日起 在前省除盘之花 梁山岛19个市 周扩大工业企业 当电引民实施范围 对四川电网有息用电方案中 所有工业电力用户 含白名单重点保障企业 实施生产前厅 保安负载出外 时间从2022年8月15日 临时至20日24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